好的同学们 下面我们看第二十三题 第二十三题 画线句子比较短 是一个but 画的是but 但是如果大家读句子的话 发现这里面在说什么 对吧 在说什么 这么多的单词 谁知道在说什么 二十三题 如果同学们的词汇量 如果不够的话 它是一个纯序要具意解题的东西 可以把它放在非常非常次要的位置 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 可以来学的东西 可以来学的东西 首先我们看到 这里面显然是考的是转折的关系 考的是转折的关系 考的是转折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一群人是 primary planters 是planters 后面然后但是 但是这个但是 是不是出现在这个地方 现在还是存疑的 是但是还是end 是但是还是end 好 关键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如果同学们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道题是很难解释的 也就是supplement 是什么意思 是以什么什么作为补充 虽然他们都是农场主 但是后面还是要以种这些什么豆子 或者或者是hunting 或者是捕鱼 或者是捕猎 进行一下补充 好 那么我们看到考转折的时候 到底是前面这句话重要 还是后面这句话重要 这个就是but跟ozo的区别 这就是but跟ozo的区别 好 这个到底是前面重要 还是后面重要 我们看到前面是什么 primary 什么叫primary 对吧 主要是什么 好 也就是primary引导的这半句话 一定是最重要的 一定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的意思是主要是什么 那么如果我说主要是什么 那么后面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好 如果这个的话是主要的话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实际上在聚首的时候 是省略了一个but的吧 是省略了一个but的意思 不是省略了but的这个词 不是省略了but的这个词 也就是说 那你ozo是到底应该是放到前面 还是放到后面 也就是说 正确答案是d d的后面要放到ozo 也就是 如果ozo在后面 前面是but的话 那but后面 大家都考不脱雅思听力之类的 肯定but后面是最关键的 however是一样的 但是有同学会问 那你ozo的话 你这个z怎么解释 对吧 这个z是怎么来的 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语法点 就是ozo的后面 ozo的后面 一定要接完整的句子 一定要接完整的句子 也就是主语是z 卫语是supplemented 主语有主语有卫语 在第一节课我就讲过 有主语有卫语 这才叫句子 这才叫句子 好 这条题还是难度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你再看一下c选项 c选项的情况是这样的 你c选项一个end 代表的是连接 是乘接 那么evenzo代表的是让步 你两个关系词连接一个东西 这个有可能吗 根本就不可能吧 再一个让步跟转折 是同样的 是同同一个意思吗 这个显然也不是吧 对吧 也就是c选项 这个地方显然是逻辑是比较混乱的 显然是比较混乱的 好 a选项 a选项 跟e选项的but 如果放在这 句子的重心就变成了 这个是次要的 but后面是主要的 但是我们通过primary这个词来看 他实际是想说这类人 是planters 这个是主要的 后面是次要的 所以后面这部分 只能是用ozo来引导 但是再说一遍 这23题确实需要同学们的词汇量比较大 在考试中的通常不会用 不会有这种必须要知道具义才能解出来的题 所以要把它放在次要的位置来看 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ozo会经常的考 也就是ozo后面一定要接完整句 一定要接完整句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看一下24题 我们先看一下24题 24题看上去 看上去 画线部分很短 画线部分很短 我们发现大概的扫一下 a b c d e 四个选项 我们发现有三个unlike 一个in contrast to 一个s contrast with 就是显然是在进行什么是在进行比较对吧 像什么不像什么怎么样 也就是进行比较也就是like跟unlike 放在聚首的时候进行比较需要严格的平行结构 需要严格的平行结构 也就是unlike放在这里 你unlike后面默认为a逗号b怎么怎么样 也就是a和b一定要能比吧 那还是啊unlike什么什么a 现在a这个地方画线 b这个地方没有画线 那你就显然默认 这b是已知条件 已知条件b没有错 b说的是什么 yellow jacket 对吧 b说的是大黄蜂 对吧 b说的是大黄蜂 那你a也得说 蜜蜂吧 至少是蜜蜂啊 或者是个动物啊 至少得能比吧 好 我们看到a选项说的as contrasted with honeybee 有可能 对吧 它是蜜蜂对吧 b选项 in contrast to the honeybees 它的蜜蜂的什么 可以和大黄蜂比吗 是不能比的吧 而且它这后面也没东西啊 所以b选项是不对的啊 b是不能比的 c选项 unlike the sting of the honeybee 也就是a of b结构的主体 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sting吧 是在这个啊 真啊 次人的这个真这个位置 那显然你sting跟这个yellow jacket能比吗 显然是不能比的吧 我们看一选项 unlike that of the honeybee 也就是说这道题还是a of b结构 z of the honeybee 你第一不知道这在的说的是什么 第二个如果是a of b结构 你现在honeybee是在b的位置上 是次要结构 也就是说你用z和yellow jacket来比 能比吗 显然是不能比的 再有一个错误啊 这个z of只能放在zen的右边吧 也就是说你只能是先出现一个单数名词 再出现这个z of啊 不可能在z of放在句子的左边 然后后面再出现一个名词啊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啊 好 d是不对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e是unlike的honeybee 这是蜜蜂 后面是yellow jacket是大黄蜂 这能比现在剩下了a和e 那a和e选哪个啊 那显然选e呗 那你能用unlike来解释的事儿 你干嘛要用这个as contracted with 你啰不啰嗦呀 对不对 能用一个单词表示的 不要用三个单词表示 那你要猜的话 有一个猜词什么最短的原则 对吧 a和e e才几个单词 一二三个单词 e啊 a是这么多单词 你肯定答案是e啊 这个也就是说考的是unlike或者like在聚首的一个比较啊 好 刚才啊 这些都讲过 第一个unlike啊 a和b啊 必须要是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啊 这这种题已经做过很多遍了 第二个啊 就是z of跟z of这个比较 只能出现在zen的右边啊 先出现名词 再出现代替这个名词的代词 好 然后改变巨异的问题啊 改变巨异的问题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sting of啊 这个明显的是改变巨异 因为后面是yellowjacket 这是sting of a of b结构 sting是核心词 好 后面啊 第四个刚才就是说的 as contracted with和unlike的区别啊 能用一个单词 不要用词组啊 不要用词组啊 好 也就是说啊 很多同学们不知道yellowjacket是个什么东西啊 以为是个什么夹克啊 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就知道它是个东西就行了啊 知道它是个东西就行了 好的 这就是这讲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